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米牙探世界 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,使我们生活水平变得越来越好 许多年轻人都会参加一些公益事业 例如我国人们也会无偿捐赠旧衣服 希望能帮助那些真正需要的人 大家都知道,我国都会经常帮助其他国家发展 很多捐赠的旧衣服都会被用往非洲 那么大家知不知道这些旧衣服到了非洲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? 看了结果之后,可能有些人都不愿意捐了 按道理,大家捐赠的衣服是希望送到那些穷人的手里 但经过了解后,事实并非如此 当这些衣服到达非洲之后,会经过一系列的处理 一些看起来比较新的衣服会经过消毒、清洗后运到旧货市场里卖 而一些看起来很旧的衣服会重新组装 同样也是运到旧货市场里卖,只是价格会更便宜一些 看到这样情况,可能很多人都无法接受 因为大家捐衣服是想免费送给穷人 没想到非洲商人却在二次贩卖从中获利 穷人想获得这些衣服就必须要花钱 而有些人会觉得贩卖也很正常 毕竟从我国运输到非洲的运费和人工费 到达非洲后也需要分类和集体清洗消毒 如果衣服不用钱就送出去的话,估计没有人会干这事 好在这些衣服都是低价处理 也不会给当地的穷人更多经济压力 不知大家看到这样的处理后 你们还会把自己没有用的衣服捐出去呢 好了,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评论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